要通过对方的反应和对话 自然的产生这个情绪 最近很安静啊 没什么audition 也没有什么拍戏 三个礼拜我做了两期的 filming的Vlog 一年零两个月前拍的那个Maps 刚好这个是 Cherbacca的电影节首映的片子了 我们那个片是season 2 然后season 3的话 刚好现在正在纽约进行首映 所以我就刚好 一直堆在那里没有去做这个视频 我就把它给做出来了 希望大家去关注 season 3的10个新的电影人的片子 回忆了一下那段时间 拍摄的三天的一个记忆 大家好我是Hartley 星期一和星期三在车上给大家唠唠叨叨来分享我的上课的和一些关于拍电影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无聊的事情 今天是星期一我在路上去上课 星期三的话我有个活去给别人拍个活动去西雅图 也是我第一次去西雅图 所以星期三我会缺课 到时候我在路上给大家拍一些西雅图的视频给大家分享 今天呢我穿了个西装就尽量的把我这个sing的那个角色的那个costume接近一下就颁得像一点 然后每一次在练的时候心情都会变得非常的沉闷 就非常的就好像感觉不知道是我个人还是会不会别的朋友也会有这种感觉 就你越往这个角色里面钻你越想做的好你就负担就越重 然后心理压力啊各种你就变得就不可能太轻松吧 就是你会总觉得啊这个地方不够好那个地方不够好啊 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地方啊老师和很多导演不是也都说过 我之前有分享过就是我就特别不自信 不相信我自己所做的东西 但其实导演和老师都能看到 其实我能做到那一点就是 但是你要我自己要相信自己 然后确定下来去做放松的去做 而不是去左右摇摆 然后再犹豫再担心好不好 结果影响了你本来可以发挥好的这个状态 这个说来简单做起来难啊 这个大家体会一下吧 反正我也希望通过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然后慢慢能够提醒我自己 然后在将来和今天上课的时候能够去突破它 今天上课的内容总结 第一个不要有情绪上的准备 然后第二个把事情说清楚 还有把你想象的内容 比如说不出现在这场戏里面的人或事情 把他想得非常的具体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他为什么我要提到他 然后他是什么状况 我为什么要为他而说话 第一个就讲那个情绪不要先去准备好 情绪应该是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情绪的话应该是在你跟你的对手说对话的同时产生的这种情绪 对手没有跟你说那句话 那个情绪是不会产生的 所以你那个时候就不应该有 要通过这个对方的反应和对话自然的产生这个情绪 第二个把事情说清楚 非常糟糕的戏就是说了很多东西你听不进去 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东西 那好的就是他说了就即便是很长 但是这个事情说的非常的清晰 能抓住你 要不然这个台词就没有必要存在 这个台词每一个字都很重要 不管是电影还是戏剧舞台 每一个台词都是非常重要的 都值千金万金 每一个字每一个内容都要让观众感受到 第三个是要把人和事情想象的非常清晰 非常的具体化 比如说我的这场戏 我是要说服我的老板 现在我们做了多糟糕的事情 我们怎么把一个本来就不富有的人的钱拿来去骗过来 去做这个投资 其实就是等于害了这个人 所以这个人的话 你要把他想象的非常清楚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为什么他的钱你很为他感到可惜要去争取 然后要救他 他为什么值得可怜 那就要很多细节来支撑你 就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 或者是更老六七十岁 然后他花了五十年的积蓄都拿出来了 那而且他是一个老师 现在还退休了 那对于他来说 你就很同情他 那观众也会同情 所以有了这些东西的话 你就自然而然的去听 去反应 然后去表现 放掉自己 今天就说这么多 这个礼拜三我不再上课 去西雅图 然后下个礼拜一继续上课的 所以不陪伴我 不就快吃东西